VG的觀看,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跟大家逢一場生物了 Intel和AMD都已經推出了需要推出的東西 所以今天星期相當安靜 Oracle這家公司大多數推出周邊的東西為主 但最近推出了一些SSD的產品 不是說推出周邊的殼的SSD 是已經包了容量的SSD 當中有分別有內置的2.5吋、外置的NVME和SATA 例如來置的2.5吋,1TB就要買到720元 另外Oracle又推出了NVME的外置硬碟盒 這款的設計類似散熱期片,價錢方面是260元 另外Lofo有一張256GB的MicroSD卡 速度方面有UH-S1的Class V 價錢是220元,算是挺便宜的 當然你買不買是你的事 Corsair Dominator系列有白色的版本 當中有32GB、3200MHz 即是16GB乘2 還有8GB乘2、3600MHz 印象中暫時只有Central View 有興趣自己上網看看吧 Kingston的KC系列再下一城 今次推出了KC2500 速度方面有3500MHz的讀取、2900MHz的寫入 1TB就要1470元 不算是便宜的系列 另外Ducky One的Mark II就推出了布丁版 當中有茶、銀、青、兩隻紅軸 價錢方面是1088元,有興趣自己看看吧 華碩的ROG Strait Group的PPT 現在可以加上Impact II就做了999的優惠 如果大家不喜歡有明顯的光害的話 可以考考這個組合 這套東西在2000分有得 有一個ARIS的品牌叫Random的椅子 所以市場上比較少有的紫色椅子 如果大家喜歡紫色的話可以看一看 都是在2000分有DEMO 漸漸筋就好熱啊 另外就是Intel 10代i7 10700K有合裝 但合裝也是沒有散熱器的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究竟是買trade還是買盒 BrownStar有一塊新的APU底版 型號就是A10N9830E 我好像玩不到觀望 所以就不斷看一看規格 4核8線的CPU Base Clock是3GB Boost之後就3.7GB 這顆U最主要的賣點應該是Graphic升級了 就是Radeon R7 Series 華碩近期也有一個優惠 只要買Intel Z490 ROG Strait的系列 分別就是Z490E、F、H、A 只要你買這塊板就可以加多490元 換一套16GB 3200MHz的HyperX RAM 這個就不知是出了沒有 Intel NX800系列會有黑色、粉紅色和白色推出 當中會用到兩把20cm的大風扇做前置 Feddle Design的Define 7已經是上街了 有興趣自己去店舖看看 這張照片是飛馬拍給我的 這個應該是Old News來的 Colorful的一些顯示卡又到場了 Colorful這個品牌 偶爾有出現、偶爾有消失 另外這次行長片是有爸爸贊助的 代理VST最近搞了一個WD的組裝活動 除了好像星期一這樣說 在指定的三間網店上去買WD Blue的SN550 或者是Black的SN750-500GB以上的容量 是可以組裝免費機器之外 其實實體店都是有類似的優惠 只要買任何一顆AMD處理器 再配合WD Blue的SN550 或者是Black的SN750-500GB以上 都是可以免費組裝機器的 分別是深水埗腦牆、旺電以及彎電三個牆都有的 因為期到今個月尾 當然是數量有限 記住是要買VST的貨品 最多免費150元組裝機 如果大家最近會組裝AMD的機器 就可以留意一下 就像我昨天的影片那一部一樣 最後還是那句 AMD YES! 志文出了Smooth X的平衡器 當中買輕和小 同時也有一個新手臂 外面買了大概450元有夾翼 還有一件要呼籲的就是 Central Field不知道又中招了 無緣無故有個Fix News 或者Fix的網站 就說在他們那邊 買一部12吋的平板電腦 而Central Field也立刻出來澄清 說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若果你身邊有朋友在討論這件事 不妨告訴他們 這次行場就來到這裡 又有興趣記得CLS 可能之後會將行場和組裝機的環節 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不妨 就在下面留言 究竟是合還是不合 就是這樣 好,就這麼多 完了